大家好,我是小紅毛 有對陰陽眼可以看到另一個世界 有時還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千奇百怪 想聽我跟朋友仔的日常故事 記得按進來 魚蘭節的小孩吃好東西 小時候在屋邨附近的波地 每年都勵必會搞魚蘭節晚會 當中會有個殺錢儀式 是我們班小孩的重要節目 還要過現在新年看春晚 雖然有說燒衣去撿錢 半夜被鬼戀 但作為屋邨小孩 當然不會錯過 當晚大約八點左右 在個台上 準時有身穿刀膠長袍的人 拿著把劍 在這裡 咦咳咳 圍著個台走幾轉 之後面色一變 對著後面 連叫兩聲 台後就有兩個平時街坊福利會的阿伯 夾手夾腳搬個竹羅出來 道長一聲令下 幾個人一起扔一號五號下來 再早幾年 連斗嶺都有 整班屋邨仔等了整晚 就是為了這一刻 機不可失 大家一擁而上 拼命搶錢 到處去撿 話說那晚 我跟個朋友仔 站在旁邊遊樂場看著 見到大家群情激憤的時候 我都有想過 下去撿回一元幾號 幫保下 第二天買一支粉紅色的折折兵 怎知未走到兩步 見到有兩個靈在籃球架下面 不斷在這裡鎖喬 笑到掩著肚子 笑聲相隔三十米都聽到 中間還夾雜了些小孩粗口 他們兩個男生大約十歲左右 都是穿著背心 一個黑色 胸口有個卡通圖案 白色短褲 人字拖 另一個剛剛好相反 順白色底衫背心 旁邊有個不小的洞 裡面有些紅色 好像是開放性傷口 但應該沒有血流出來 褲是什麼 現在已經不記得了 只是記得他沒有穿鞋 赤腳 整隻腳都是灰黑色 我小心翼翼地走過去 想看看他們搞什麼 一半出於好奇心 一半我覺得白色底衫的小孩 有點面熟 過到去之後 見到他們已經找路靜靜地爬上台 我一於熟過去 台後面有塊空地 放滿一陣要去燒的勉強衣紙 還有些之前拜神的雞鴨 不過他們一律沒有興趣 一尾走向不是很遠的角落頭 我攝手攝腳一尾死根 只發現原來他們看中的 是地上的製品食物 豆腐加芽菜加龍眼加花生 是剛才偷偷過來拜神的師奶放下的 見他們吃得津津有味 不斷拿起放入口 最後連碗白飯都不放下 當然放在地上的東西根本沒有動過 我見他們吃得微飛食物 忍不住卡卡笑了一聲 怎知被他們兩個聽到 可能以為偷食被人發現 酒鴨頭躲在台下 我原先想一起跟下去 但掀開一塊布 已經發現沒有影了 在這一次